记者施小光台北报导,国民党11月大选党公投,明天将有新动作,由该党副主席郝龙斌担任发起人的守护石安工投联盟明天上午9点将前往中选会正式递交反核实工投提案书, 包括郝龙斌以及国中家长联合总会长许孝仁,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,国民党立院党团总赵林德福,书记长李燕秀等干部, 兰尾都将与会一起向中选会递交18750份提案书,未来确定成案后,国民党也已经准备好要在最短时间内发动第二阶段28万的成案连数, 确保此次公投能在年底成案,因应年底选战,国民党采取大选党公投选战策略,推出两项公投一提反空污, 反核实作为选战操作工具,并以护健康,顾未来反核实反空污1124公投作火来为诉求, 呼吁民众在11月24日站出来为自己及下一代健康支持两项公投, 守护实安公投联盟发言人游淑慧指出,明天递交提案书书违法定门槛的十倍, 希望中选会能尊重民意,尊重公投法精神, 尽快审查通过让本案胜利进入第二阶段的成案连数。 游淑慧说,前年政府释出将开放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讯息时, 郝龙斌与各界人士、立院党团及率先发起公投联署, 并在短短一个半月内积募集超过十万份的联署书, 透过热烈联署展现的民意, 成功逼持当时行政院长林全宣布战缓开放, 这次成功的经验让民进党政府与台湾人民知道, 捍卫是安,不是由某个政党或少数政治人物说了算。